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设计师Rex 在过去,我们做笔记以及资料上的分类 是一页一页的去整理的 但是在实际上,如果你想要更有效率的去吸收资讯 或者是融会贯通的知识 那么其实我们的大脑对于视觉化的东西是更好吸收的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都曾经看过一些警匪的影集 也会看到警探跟侦探他们站在一面墙前面 上面可能会订一些嫌疑犯的照片 或者是他们收集而来的线索 那彼此之间若有关联的话会用线把它们给牵起来 这种线索墙其实也是资讯视觉化的一种方式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事物 除了视觉化之外,想要让大脑更有效率去吸收的话 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双向连接 以前我们在做笔记的时候 可能每一个笔记它都是独立的 但其实也许你在过去已经有学习到类似的概念 或者是有写过类似相关的笔记 但是在记笔记的当下 你没有把这个词跟过往的记忆给串联起来 那么这样一来在记忆上面可能也不会变得这么的深刻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工具可以让你在写到特定名词的时候跳出来 让你看看你过往针对这些主题的时候 到底记下了哪些东西 或者是学了什么,激发了哪些灵感 这样是不是能够更加的融会贯通呢 今天我就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来自瑞典 能够帮助你去视觉化你大脑记忆的一个知识管理工具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ScreenTo的官方网站 可以看到这边还显示在早鸟阶段 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希望笔记可以更有逻辑的被组织起来 并且把你过去记过的东西只要是有相关性的都可以把它链接起来 除了笔记之外呢 它也非常适合拿来做脑力激荡或者是思维导图 甚至是使用者的流程 另外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还有这个无线的画布 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把灵感丢进去 ScreenTo它是一个基于网页的软体 所以你可以使用网页版的 当然也可以下载它的桌面板APP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ScreenTo一进来的画面 非常的简单干净 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呢就是你的功能列 那我这边也画了一张图 帮助大家快速的去理解ScreenTo它是怎么样去组织你的资讯 就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样去连接每一个小知识的呢 其实是用互相连接的方式 那么在ScreenTo这边呢最小最小的单位 就是希望你把一个ideas或者是知识 灵感等等的东西呢 都把它建立成一张小卡片 不管是读零碎的东西呢 都建议你可以把它新增成卡片 之后如果想到什么详细或相关的东西 可以再回头来补 那右手边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工作桌 这个工作桌呢是你可以随意在上面去放很多有的没的东西 然后可以先去整理一些你书部的想法 比如说我现在再读一本书好了 我会新增很多的小卡片 那暂时也还没有把它归纳起来 就可以先放在我的桌面上面 等到我这个这边的卡片已经互相关联建立的差不多了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些卡片选择起来 然后去创建一个你的看板 你可以想象这个看板呢 就是你当前这个桌面的快照状态 里面的东西都会带过去 未来你新增了更多的卡片呢 其实都是可以新增到你过去曾经创建过的看板里面的 或甚至你要把这些看板的卡片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看板 或者再拿回来工作桌 也都是没问题的 希望这张图有帮助理解快速理解到 Screen头这个资料的基本架构 卡片、看板跟你的工作桌 分别对应到的呢就是这个 我的工作桌、我的卡片、我的看板 只要清楚这个架构呢 基本上在使用Screen头上 你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但你在这边可能会有个疑问 如果我把每一个灵感都把它创建成一个卡片的话 这样子不是会很多很杂乱吗 这个时候就要提到它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Tag标签 你要非常的去善用这个标签 去把你的每一个卡片去做好分类 之后再做链接或是搜寻的话 效率也会比较高 像我这边呢其实就做了非常多的标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标签可以用潮状的方法去整理的 比如说我在阅读的标签后面再打一个斜线 后面再加上书名 就可以去搜到 就可以做一个双层分类 所以每个卡片呢 你都可以给它一个自己的标签 然后用这个标签去做分类 比如说有阅读相关的 生活灵感相关的 或者是工作相关的 OK理解好这个基础的概念之后呢 到底要怎么开始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就带大家来走一遍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在工作桌里面 你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我们先从它的知识最小单位开始 也就是创建卡片 点击这个加号你就可以新增卡片 那这个Daily Card呢 其实跟卡片是一样的 只是它会贴心的帮你带上当前的日期 双齐的话呢你就可以展开 在里面呢 就可以去做一些灵感的发想 或者是笔记的记录 这个卡片里面也支持Markdown的语法的 所以如果你过去有使用过类似的 比如说Notion 或者是我之前介绍过了一些Markdown的笔记本软体的话 都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这个呢就是一张卡片的区域 它甚至也支持了很多的 比如说你要把其他的卡片的连结放进来 或者是你要上传一些影片图片 PDF等等的各种多媒体格式 都是支援的 那么卡片我们知道怎么建立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非常重要的标签的部分 标签的部分要怎么加呢 其实就是打这个hashtag 这边就有过去你曾经创建过的一些标签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全新的话呢 其实就是再打一个新的字命名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变色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标签是已经创建成功的了 然后它就会帮助你去观念到 你过去可能做过哪些类似的分类 就可以点过去 然后也可以把你过去脑海里的记忆给挖出来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最重要的视觉化的部分吗 到底要怎么样把两张卡片连接起来呢 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们在这张卡片里面 想要连到另外一张卡片去 这个时候你只要按一下加号 然后后面跟上你想要新增卡片的title 这边它就会出现一个create new card 按下去它就会帮你按好这个双向的连接 新的卡片也会连得回来这个地方 在你的工作桌上面呢 它就会把这两张卡片给连接起来 你也可以在上面去修改一些样式上的设定 比如说颜色 做一些基本layout的调整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卡片 我们也试着加上了这个标签的分类 也为两张卡片创造了这个双向的链接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在画布里面加什么呢 你可以在上面打字 做标题 你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样式调整 那假设你对于这些资料的整理 或者是灵感的结构发想 都已经大致上底定了 这个时候呢 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快照的概念吗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寻足起来的东西 给全部的拖曳选择起来 然后按下这个创建看板 你就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呢 就会为你新增一个看板 然后把你刚才有选择到的东西 给组织起来放到这边来 所以其实你这个桌边 是可以放非常多东西 非常杂乱没有关系的 只是你想要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选择起来 然后按下创建看板 它就会帮你去新增到 左手边的这个看板里面 就会被留下来 未来你就可以在我的看板这边呢 去找到你这个资讯 就算你已经新增成为了这个看板之后 你还是可以在这个看板里面去编辑 新增跟修改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看板 去新增我过去的一些卡片 你可以点击上面这个搜索框 然后按下这个标签 然后按下选择 然后按下这个新增 你就可以看到三张卡片一起被拉了进来了 所以要知道呢 只要你拥有这个最小单位卡片的连结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卡片放到非常多不一样的分类里面去重新组合 跟搭配建立你自己的知识库跟地图 那么在我们了解了基本的ScreenTool的架构跟操作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我实际运用的情境吧 然后除了卡片 然后每日卡片跟文字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 它们叫做表格 表格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可以想成它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卡片 它可以在里面塞非常多的东西 最基本的应用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三个栏位的卡片核道 变成一个我们常用的这个GTD的版 像第一个栏位呢 可以是你的代办事项 第二个栏位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你正在处理中的东西 第三个栏位呢 我们就把它弄成是你已经完成的事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分别在这些栏位下面 去新增你自己今天的代办事项 那等到你完成了这个任务的话呢 你就可以透过拖动的方式去更新这个状态 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功能 而且非常的实用 可以萤幕了然到你目前手头上 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做 跟你正在完成哪些事情 另外也可以分享这种每日的计划 像这个模板的中间就是去设定说 我每一天的计划大概会有哪些东西 你可以在下面去做新增跟连结 那你就可以把 今天找到了哪些灵感可以记录起来 或者是今天写哪些笔记 然后日记 你真正的代办事项有哪一些 那可能今天工作上开会有记录的哪些东西 都可以把它归纳到这边来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可以每天去 复制一个的board 再来就是这个读书笔记的部分了 你可以在上面呢 去新增你看了这本书的哪一个章节之后呢 所获得的一些灵感 其实我觉得透过这个Screen头去写笔记啊 我觉得你除了去把你看到的一些名言家具 或者是对你有影响的句子给记录下来之外 我觉得反而是你看到这本书的这个段落之后呢 反而会激发你的联想 去想到哪一些新的点子 是非常值得被记录下来的 因为这些点子呢可能在未来的时候都会派上用场 那它也可以很迅速的去插入这些外部的连结 影片给内签在这一边来 就是我直接贴上YouTube的连结 这边就可以直接内签影片 那如果你在操作上有任何问题呢 你可以在左下角这边这个Learning Center 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教学 又或者是在Settings这边 你可以找到这个Template 也就是模板的功能 点开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目前它有的这四种预设的模板 是可以让你去新增的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Brandstoming Board 也就是脑力激荡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变成一个绿色的勾勾 然后就直接帮你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这个 工作桌 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去编辑 你可以基于这些Template给你的灵感 然后基于这个去建造属于你自己的知识系统 那么接下来可能很多人会想要知道 那Scrinto跟这个知名的笔记软体Notion之间 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 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两个软体呢 他们在定位上面的差异还蛮大的 我们先来讲讲Notion的好处好了 第一个当然是它的社群非常的活耀 然后软体也非常的成熟 有非常多的这个模板可以来使用 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它一打开Notion 它是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 然后有非常多复杂的功能呢 可能是它永远也用不到的 或者是它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去组织这么复杂的这个体系 那相对而言呢 其实我觉得Scrinto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知识管理工具 把所有的概念都写进一张卡片 等到你需要的时候 再把相关的卡片都拿出来看一看 然后是不是可以理清出什么东西来 我个人觉得这非常适合在写作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搭建一些世界观的话 可以把这个东西非常有架构跟组织的给整理起来 或者是整理成你个人的这个知识wiki 反正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tag连接来的嘛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各种tag给抓出来 然后全部铺起来 等于说你可以去鸟看你的整个知识库 那当然以Scrinto现有的问题呢 就是它们的软体其实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不会像Notion有这么多的template可以使用 可能有些操作上面的流程呢 也还不是那么滑顺 有时候会有一些小bug 但我自己觉得啊 如果你是产品经理 或者是你是学生需要做这种分组报告的时候 都还蛮推荐你们可以来尝试看看的 毕竟当需要分组 或者是当你需要跟其他职位的人沟通的话 视觉化的笔记呢 还是比较能够容易去降低沟通的成本的 以及降低彼此对于这些东西理解的落差 刚有提到它们还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产品 但Scrinto呢也非常开诚不公用 把它们这个产品路线图给公开了出来 所以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下一期的新功能会有哪一些 去了解它们未来的这个更新的方向 那当然如果你针对功能 或者是它们未来的方向 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都可以写信去许愿 那我这边也写信去联系了Scrinto的官方 它们也非常好了 给了我一个八折的优惠码 所以各位如果试用了Scrinto 觉得还不错想要购买的话呢 欢迎使用我的优惠码 这个优惠码的有效期限只有两周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 好久没有拍这种软体介绍的开箱影片了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习惯这种方式呢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于大家有所帮助 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的想法 哦也可以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最近会把我一些在台北远端工作 遇到一些不错的咖啡厅 整理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OK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